在第72集团军某炮兵旅 一场单兵专业技能考核正在进行 侦察分队驾驶某新型侦察车 向预定地域机动 他们要在15分钟内到达指定区域 完成观察所开设和战场环境侦测 官兵运用光学雷达等侦测仪器 对12个敌目标位置性质进行侦测 并将数据回传到指挥所 虽然车辆操作简单 智能 但流程却十分严格 这就要求我们每名操作员 密切配合 有效衔接 多科目连贯 多内容融合 多能力检验是此次考核的特点 在圆火分队考核场 官兵不仅要完成火箭弹对接装填 还要根据上级下发的作战条件 计算装定设计参数 单兵作战能力直接影响战斗进程 我们结合炮兵分队的战斗行政演练 对单兵单专进行考核 发现顺天中的特点 主要说是 三个集合 继续 因为这边是 红颜色的特点 要有评论 要有评论 还要评论 要有评论 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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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特勤 两个课目同时展开 同时计时 我们紧扣作战任务特点 将单兵 单装 技能训练 融入整个作战过程 进行连贯考核 综合检验实战化条件下 装脚步屏般 体能 技能 智能和心理抑制